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9月14日星期三 其實香港的鼠患問題 不知道大家住的區會不會很嚴重 但其實我自己看 在街市或者有食物的地方 鼠患區區都不是太好 都是嚴重的 更加有些傳媒已經是重點經常遮蓋這個問題 防止蟲鼠的工作 覺得政府政府做得沒什麼罰力 政府去年投放了7億公帑去處理鼠患 創了五年來的新高 嘩 扔這麼多錢下去 會不會是可以改善這個問題呢 食環署更加制定了很多滅鼠的方案 但成效就好像得試倍功半 年內收集到的死鼠 又或者活捕的老鼠 就是大約六萬七千隻 平均每一隻的開支高達成皮 而且之前這個 遮住政府這個滅鼠問題的傳媒 也曾經提過一些藍圖 建議政府可以試一下 一些民間的捉老鼠方法 只是用過水桶 保鮮紙 還有鼠舵 還有一個自製的暴鼠器 成本低 成效高 但處方寧願浪費公帑 都不考慮這些民間智慧 這個民間智慧有多厲害 我不知道 我未用過 也很少見識到這些東西 翻查資料 政府在防止松鼠服務整體開支 由2018年度那一年 5.69億 即5億6900萬 提增到7億3100萬 本年度預算開支 也將會再進一步增加到7億5100萬 即又多2000萬 年內的防止松鼠工作 公務員人手編制大約745人 而食環處去年建築物放置的處理 達到10萬09685次 使用暴鼠器86164次 收集死老鼠和暴獲老鼠 總共67182隻 平均一隻 10880公帑 似乎不太符合成本效益 其實過往也有很多鼠患問題充斥全港的新聞 例如牛池灣村附近的熟食街市 後巷老鼠到處走 秀莫平街市 大城街街市 也曾經上演過 整群老鼠一起圍著的豬殼 還有遲雲山街市 也有鮮肉店 將冰鮮雞放在門外 引來群鼠圍食 雖然近年花很多公帑 引入新滅鼠的科技 包括氣壓滅鼠器 夜視攝錄機 熱能影像攝錄機 但是科技都對滅鼠 似乎有點強差人意 因為情況 一個普通市民看 好像都不感覺到很大改變 希望來年政府 花多了錢 都算了 雖然是公帑 但是 要有些成效做到出來 好像會覺得 值得一點 洗得其所 本集就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有能力的就月費贊助 Patreon頻道 多謝大家 拜拜